属灵心肛之爱人如己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 耶稣亦在提醒我们 爱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价值之一 而进入天国的条件之一就是 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 接下来就是爱人如己 我们如何爱我们自己 也要如何去爱人 包括我们的敌人 面对一个对于我们有敌意 处处攻击我们的敌人 我们难免会有情绪化的反应 一旦陷入情绪化 我们就不能冷静地去思考和处理 很容易我们就会情绪失控 若是我们以同样的方式 对抗对方 我们和对方有什么分别呢 他们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我们有否也曾经做在 其他人的身上 为什么我们能够原谅自己 但是我们不能原谅我们的敌人 仇恨只能换回仇恨 报复只能换来报复 赦免 原谅 为他祈祷 反而能够换来和平 虽然我们心里不好受 但却是最好的做法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原谅敌人 为敌人祷告 你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 求神把这个信念放在我的生命里 让我能够爱我的敌人 为我的敌人祷告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